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我们内置对象中的Math对象 那接下来往下看,来看一下下一个就是我们的日期时间对象 也就是我们的Date对象 首先Date对象呢,是用来创建,来处理我们的日期时间的 这个Date对象呢,是基于1970年1月1日世界协调时起的一个好秒数 我们PRP中也学过和日期时间相关的一些函数 那在这儿呢,想得到我们的这个Date对象 我们可以通过构造函数的形式 一共有这四种 第一种呢,你直接没有传任何参数 默认的也是当天的一个日期时间 那第二种呢,也可以传一个值 这个Value呢,是代表的是1970年1月1日到现在所经过的一个好秒数 可以传这样一个时间戳 那NewDate呢,第三个呢,DateStream呢,表示我们的日期的一个字符串值 这个字符串呢,应该能被我们这个Date调 Path方法来识别 那这个方法呢,一会儿我们也会介绍 第四个呢,就可以传年月日,小时,分钟,秒,包括毫秒的一个形式 这四种形式都可以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得到我们这个Date对象 来,新建一个 以七个 Date 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来Vrd等于New一个Date 什么也没有传 没有传的时候,我们直接来console 点log一下D,得到一下 得到的,你看,默认的当前的一个日期时间 2015年9月26号,星期六,小时,分钟,秒,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呢,你也可以传一个时间戳 假如说我们来得到这样一个时间戳 我们再来写一个 Vrd等于New一个Date 经历这样的一个毫秒 这样一个毫秒 那接着呢,我们可以来得到一下这样的毫秒 假如说我们随便写一个 138,578,123,456 来看一下,也可以console.log一个D 随便写的 那现在得到的是1974年 1974年 是几月 5月24号 几点几分几秒 我写的是随便的一个毫秒 随便的一个毫秒 这样的效果也可以 但那一会儿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毫秒数 也行 那第三种呢,你还可以传这样一个 日期时间 New一个Date 假如说我们传一个2015 2015 2015年 9月或者10月 3号 接着console.log一下D 你看得到的就是 2015年10月3号 10月3号 几点几分几秒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当然呢,你如果乘两个值也可以 来看一下 写生一个 15 这时候你再来得到 1915 接着呢 1月 接着是几点几分几秒 这样的效果 第15 这15 转生了多少 对 15年 这样的形式 好,那接着在这里边有一些注意的 我们可以来一起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只能通过调用Date构造函数的形式 来实力化我们的日期对象 以常规的函数调用它 就不加一个New操作符 将会返回这样一个字符串 而不是一个日期对象 另外呢 不像其他的 JS类型 Date对象呢 没有自编量的一个格式 那像我们的这个 Number啊 String啊 都有 那Date是没有的 Date需要多个 需要 需要定用多个参数的一个构造函数 当我们的数值大于合理范围时 假如说像我们的月份13 或者说分钟数 超过了我们的60分 它会被调整为相邻的一个值 假如说我们要写了一个2013 13 1 这时候等于的就是 2014年的1月1号 还会创建一个 假如说我们写了一个 2014年2月1号的日期 这时候我们的月份 是有补零的 是有补零的 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们在这写这样一个效果 We are the new date 2020 2013 2013 13 13月2号 接着 月份超过了 你看得到的是 2014年 2014年2月几号 这样的效果 2月几号的效果 2月2号 那接着再往下看 还有需要注意的 如果说我们没有输任何参数 这个是实验过的 是以当前时间来创建一个data对象 那这个对象呢 还有就是 如果我们至少提供了两个参数 其的参数均会设为我们的默认值 默认也是1 如果没有提供这个d参数 或者是0 那0呢就像我们的小时分钟秒 都是默认的是0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呢 下面这几个呢 我们也会看到像我们data提供的UTC方法 包括我们data对象 为跨平台 对象 为跨平台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行为 那时间属性呢 可以在不同的系统中表示相同的时刻 而如果使用了本地时间对象 则反映我们当地的一个时间 那接着再往下看 其他的这几个再往下看 data对象中提供了这样一些有用的方法 我们可以带着大家快速过一下 这样一些方法 首先来看第一个 我们直接在这来写了 那些呢 有兴趣同学自己来看 我就直接把这些常用的方法带着你来过一下 来过一下 像我们的now 它返回的就是当前的毫秒数 console.log一个 想要说我们写成一个 date.now 得到的就是我们这个1970年1月1号 到现在所经历的一个毫秒数 不信的话我们再把它转换成我们认识的一个 console 稍微的这个时间会差一点 new date 因为是毫秒嘛 又过了几个 几秒钟 现在是2015年9月26号 几点几分几秒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date.now 接着 date.pass 来看一下 这个函数 它是解析一个表示日期的一个字符串 并返回1970年1月1号到现在所经过的一个毫秒数 返回的也是一个毫秒数 我们直接来写像console.log一个 date.pass 解析这样一个字符串 假如说我们写成一个英文形式的 像我们刚才看到的 在这把它拿过来 在我们的heathers中就有这样一个 格式的字符串 date 接着我们把它放进去 解析之后的结果就是经历的这个毫秒数 来得到的这个毫秒数 这样的效果 包括你也可以自己来写一个 date.pass 假如说我们写成一个 Augure9月2015 9月 这时候得到的结果 来看 返回的这样一个毫秒数 同样的也可以 接着再往下看 还有一个date.utc 它代表的接受和构造函数最长形式的一个参数 相同的一个参数 从2到27 从2到7 并返回 开始所经历的一个毫秒数 其实呢 它就使用UTC时间 代替本地时间 创建了这样一个日期时间对象 来简单的看一下 然后给一个date.utc 假如说2015年 date.utc 2015 09 01 接着000 9月1号 小时分钟秒都是0 所经历的一个毫秒数 也可以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也可以像 得到一下像年月日啊 小时分钟秒相关的 在这可以看到 像get date 根据本地时间返回一个指定的日期对象 为一个月中的第几天 返回的是一个1到31之间的一个值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来实地化这样一个对象 VRD等于new一个date VRD等于new一个date 我们传一个2015 当然你可以自定义我们的分割符 09 杠说26 12点23分34秒 接着我们想得到一下 当前是第多少天 一个月内的第多少天 可以通过 d.get date 来得到 1到31之间的一个值 那应该返回的是26 26号我们写的是 包括再写一个 console.log一个 你想得到 是一周内的第几天 0到6之间的一个值 我们可以通过get date 0呢代表的是我们的星期 日 那现在是星期六 返回的是6 0到6 0代表星期日 1到6分别代表1到6 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还可以得到一下 当前是 多少年 得到他年份 get for year 那返回的应该是2015年 2015年 接着再往下 也可以 得到一下月份 get month 包括得到一下 日 日已经得到了 再得到一下 小时 hours 分钟 我们直接来写 一起来看 比较简单 minutes 包括秒数 get minutes seconds 包括好秒数 好 来看一下 得到的是这么多 那毫秒呢 你没设置 它返回的是多少 对 0 get time呢 也是返回一个毫秒 你可以来实验一下 console 点lock d点 get time 转回的也是当前的一个毫秒数 这个毫秒 可以看到在这呢 也给大家列了 get time 经过的 到现在所经过的一个毫秒数 好 那接着再往下 还可以来设置 我们的年月日 小时分钟秒 也可以得到 也可以设置 通过set 相关的这些函数 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写上一个 d点set 一个date 把它设置成多少呢 11 接着你再来得到一下console.log 一下 这个d 那现在得到的 你看 就是11了 11 是9月11号 接着我们还可以设置什么呢 比如说设置一下年 set4year 设置成多少呢 2016年也可以 那现在我们再得到一下 变成了2016年 2016年的 9月11号 这样的效果 包括设置一下月份 表示快过年了 设置成一个setmonth 设置成一个2月 好 接着你再来得到一下 变成了2月 这样的效果 那3月了 变成了setmonth 2 得到的是3月 那接着我们再来设置一下 就一起来设置一下了 地点 还可以设置什么呢 sethours 然后说是15 setminutes 46 接着 setseconds 55 接着再设置一下毫秒 地点 set一下 像我们的这个 time毫秒也可以 只要说写上毫秒 等会再设置吧 先来看一下 现在得到的2016年 11 15 46 55 小时分钟秒 是不是也成功了 那设置一个毫秒 我们就把它拿过来 想设置成它 地点 set meaning seconds 直接写也可以 接着再来得到一下它的毫秒 地点 gettime get get meaning seconds 那现在你看到 诶 get 1.set meanings settime gettime 那应该就返回在这个值 返回的就是这个值 这样的效果 接着再往下 还有这个toStream toStream方法呢 我们直接来写 比较简单 console.log一个 d.toStream 这样的形式 转换成我们的这个 toStream 接着呢 还有两个 还有一个 value of呢 我们直接来写就可以了 d.value of 得到的和它一样 来看一下 一样的 返回的是这个毫秒数 接着再往下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to json json格式的 那json格式呢 返回的也是 对象的一个 date对象的一个 sipchar形式 你可以把它转换一下 来看一下 写成一个 console.log一个 d.to json 转换成的就是一个 json格式的 你也可以把它拿过来 再把它变成我们 认识的一个形式 可以通过它 new date d等于new date 接着console.log一个d 你看一下 这个结果也能 也可以 也是我们当前的 这样一个形式 当前的这样一个形式 就是我们的 date中相应的一些方法 比较常用的方法 比较简单啊 就带着你快速过了一下 下来之后呢 大家自己来测试一下就可以 好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那 好那 好那